上官,來這瓶 來,給一點 謝謝 護政事務所一大早就出現民眾來領快篩劑 雖然快篩劑外面買得到 但金融市政府、體恤家長免到外面排隊 只要拿戶口名簿 就可以幫12歲以下兒童及懷孕媽媽免費領快篩 金融市政府上週宣布 準備了10萬劑快篩劑 針對孕婦只要持媽媽手冊 新生兒0-12歲孩子發放快篩試劑 23號起在7個護政事務所同步發放 快速啊,手續很簡單 資料備齊就很快 今天幫誰領 孫子 怎麼說 在家裡隨時就可以使用 不然還要在外面去買 其實真的蠻麻煩的 這一週是不是剛好小朋友放假 停課 所以才有辦法來領 之前有辦法嗎 之前沒有辦法就在家 而且如果剛好遇到家人又有 匡列的根本就沒辦法出去 只是平常上班 然後剛好這一週就是 老師希望說我們自己來 然後我們就順便來領 剛好時間可以配合 我覺得還不錯 怎麼說 因為我本身沒有辦法出門去領快篩 所以沒有辦法補充 現在政府人送的話 結果來就還滿不錯的 安樂護政事務所8點半 就有民眾來領取 由於護政事務所櫃台全都提供服務 民眾領取快篩時間 只要2到3分鐘 秩序相當順暢 金融市長林又昌上午親自到 安樂護政事務所視察 瞭解發放情形 今天特別過來視察一下 快篩試劑發放的一個情形 因為護所這邊規劃的一個動線 還有等待的區域 都規劃的滿順暢的 所以來領取的一個民眾 大概只要很短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領到快篩的試劑 所以還是呼籲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就要符合資格 然後盡快來領取 然後在家裡給小朋友使用 或者給自己使用都可以來保護 而且監測家裡的一個健康情形 我想護所在整個的一個場地 還有這個動線的規劃上 非常的一個順暢 而且把它做了一個分流 不影響到原本來護所 來洽工民眾的一個使用空間 那民眾來了之後呢 也區分這個禮別來進行領取 所以領取的一個狀況 非常的一個順暢 民眾大概只要幾分鐘的一個時間 就可以快速的領到快篩的試劑 所以也呼籲民眾趕快來領取 這一次主要是為了讓 所有這個新生兒跟這個領到七次的家長 能夠領取篩劇 主要是因為能夠保護這些幼童 那家長有這個快篩的 防疫的這個需求 那可以可以在家裡 讓幼童不會受到感染 這個部分我們做一個發放的作業 那整個效果 這預計大概是整個按照我們出貨人數 大概要發放五六萬劑左右 那希望所有民眾有需求的部分 都能到我們護身輸入所 拿你的 比如說懷孕的媽媽就拿這個 幼兒手冊 然後如果過護口就幫你出身證明 以及護口名部 到護身輸入所來領取 那目前我們今天發放從今天開始到下禮拜二 總共是九天的時間 那早上八點半到中午的十二點 那下午是一點半到五點半 那希望所有民眾的踴躍的領取 此外市政府從二十號起 已經將快篩試劑發給各公私立小學 七到十二歲的學童 市政府呼籲家中有符合資格的孩子 家長都可以從五月三號起 憑著戶口名部、媽媽手冊及行程和出身證明 到護身事務所領取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